灵性的死亡 灵性死亡包括什么呢 不定义在哪里呢 第一 以神割绝 失去交通的功能 今天你看不到神 你心灵不能 哎呀我不是不要信耶稣 如果耶稣出现在我面前 我就信了 你不能 你再求一百次 耶稣也不可能出现在你面前 因为你的罪是你的灵性死亡 你跟神割绝 你失去了功能的 失去交通的功能 第二什么是灵性的死亡 被罪捆绑 令你毫无自由 有一个年轻人跟我讲 他们跟我讲 你们做基督徒很百般 做什么都不可以 我们没有信耶稣的人要凑冤就凑冤 要玩女人就玩女人 多自由啊 那个年轻人跟我这样讲 我就说 你认为自由吗 自由不是 自由的定义不是你想做什么 就做什么叫自由 而是你很想做 你能控制它 不去做 这才是真自由 如果你不能去控制的东西叫魂法 不要看女人 不要看女人眼睛 这叫魂法 当然看女人没有错了 看女人散罪才错 不要看女人 你不能控制的 这样叫不是自由 叫魂法 你生命必须要得到自由 真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 所以不要被罪了魂法 第三 你看 充满 撒旦的本性 没有神的 性情 我敢讲 我不讲别人别人 我讲到得罪人家 我讲我自己 我看不见我自己的生命 我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 的生命正好像禽兽的不如 我不懂得爱惜我的妈妈 我不懂得孝孙 我不懂得很多的东西 但是我信奥耶稣的时候 我开始 越来越 感觉到 比较像人一样 越来越 懂得有神的心情 因为我灵神活过来 我知道什么叫 基督教 不是尽量做好事做好人 然后做一个有道德 有道德的生活 不是这么样的 基督教的信仰 是让你得到 丰盛的生命 能够让你能够去体会 人生的意义 能够做一个比较 人该的责任 今天我养一只狗 很可爱 它跑来跑去 它给我满家 很可爱很可爱 但是呢 如果外面有人来的时候 它连飞都不会飞 它跑过去那个 进贼的那台 那边的贼摇尾巴 然后跟那个贼玩 这个狗已经失去它 他们的功能了 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 我们失去了做人的功能 当然基督教不是叫你能够 才做好 而是你的生命能够